今天其實我們在這個波拉西亞戰績的試玩會現場 欸等一下我沒有在耍色喔 你現在可以直接用那個P開就好 你就直接開現場 對解就完畢 男生的幻影劍士 女生的幻影劍士 女生的相射手跟男生的相射手 每個都有男女的 等於說他職業部綁性別 皺紋、刻印紙男、女 然後執行官男跟女都有 那我們今天你們選一個吧 你們想看哪個角色捏臉 我捏給你們看 那我們現在看幻影劍士吧 查看角色詳情 進來了 好那你就可以選擇他的三種型態 這個是幻影劍型態 雙劍吧 幻影劍型態 幻影盾型態 幻影盾型態 還有基督型態 三個 那我們選擇幻影劍吧 我要捏臉喔 他這邊是內建造型 懶得自己捏的話 你可以從他內建造型 然後再製作調整 像譬如說我今天 假設選了一個小轉法 然後我再去改這個 改他的髮型 然後髮色 他髮型總類很多 這個蠻有個性的 他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捏臉系統 玩遊戲捏臉啊 髮型最重要了 如果你的髮型總類 讓我選擇太少 我會覺得好像大家都長一樣 那我們再換顏色 這些流行這種霧面青 霧面青的髮色 也可以捏臉型風格 眼睛都可以捏 眉毛 他這邊設定非常多 基本上腰圍給他最小 然後胸部給他最大 對吧 這個新遊戲叫做 波拉辛亞戰技 他動畫吧 他動畫其實做得很認真 他就像電影一樣在看 這遊戲他其實主打的就是 電影跟玩家的 玩法是融入在一起的 所以你的每個過場劇情 他都是有故事 你可以邊玩邊看到 這個遊戲的故事背景 讓你有更好的沉浸式體驗 比較歐美式的風格 比較偏灰暗系 這時候我們可以直接打他 按Auto就是F攻擊 就是Auto攻擊 走到地點 你可以使用方向鍵移動 也可以使用點擊移動 抖翹山坡 真的可以滑下去 滑落 好走 好走 一刀戳死生冤怪 好 夥伴來支援我了 沒有沒有 夥伴支援 好這基本上就是 一開始玩遊戲的畫面 那我們等一下如果進去之後 你想要看遊戲更深層的內容呢 我們就帶大家看一下 對這是2.5D視角 他的視角是固定的 你只能拉近跟拉遠 還有選擇這個是電影集嘛 自動視角跟一般鏡頭 就是定制角你自己移動 這個是會晃動的 他的切換姿態之後 裝備不用換 共用裝備 同職業裝備是共用的 所以蠻便利的 你看這遊戲也有交易所 還有旅團購買 販售 派系的話 你只要解任務跟NPC的互動 還有跟各個地方的那個派系的頭目 還有他的成員去解任務 就可以獲得這些派系加成 如果你加成夠多的話 就可以買到專屬的派系道具 這是蠻稀有的東西 他的造型做的也蠻很精細 就是所謂的白便嘛 然後綠便 藍便 紅便 紅便 紙便 然後神話 神話晶便 座琪也是 基本都有 然後神話座琪兩隻 這隻實在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看不出來 很像龍 又很像疫情 他叫做 英雄雄星 那我現在是變這個波拉西亞之星 技能也是區分為 每個職業都有三個類型 你可以隨時切換 你想要攻速快的就短攻 你想要範圍攻擊 距離長的就打長攻 大時攻就是範圍攻擊居多 然後這個每個攻擊 他們專屬的debuff 不一樣的debuff 有綁腳 有沉默 有控制 有擊倒 然後技能你都可以設定 要自動設定 要on and off 還是要魔力限制 他每個都可以獨立設定 有的遊戲設計是技能 只能設定一個 然後就不能了 這個可以每個技能獨立設定 旅團的話 可以用旅團研究 科技術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需要整個工會的人一起努力起來 自由系的G系統 可以圖騰 這個第一個圖騰獸一定要解鎖 你才可以工程 工程兵器製造 這個你可以打一些工程兵器 然後精緻以太 就是做一些特殊的礦產 然後再來倉庫 工會倉庫 可以放一些共同的物資 然後你可以拿出來大家使用 然後這邊工會 你可以買工會的紅寶石商店 這個朗多虎虎 就是我們現在的據點位置 如果你今天被插了黑件之後 它就會被污染 污染到爆的時候 你的全部能力都會下降 最多會捲99% 所以通常插黑件之後 那個就代表你跟對方宣戰了 隨便開幹 你憑什麼在我家插件 這邊有一個模擬據點站 跟首領塔拔站 這個是全團會都可以參加的 然後首領塔拔站有很多類型 目前能夠打的首領只有兩個 模擬就是你可以假設 我今天要在這邊打 它可以測試一下 你現在跟各個不同的據點對戰的感覺 像我們可以打這些五十級地圖的 黑暗之俠 今天假設你要開戰的話 它軍事活動有外交 然後跟直接開戰 兩個我們先看一下外交好了 假設今天我被打 我要怎麼跟它對方交涉呢 我們可以去監視別人 可以參加防守 可以請求對方協助 目前的旅團成員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成員 然後跟他的狀態 然後結算的話 就結算你們目前這個旅團 每天的使用資源 還有採集量 虎無藤獸 這是這個遊戲的精髓之一 我們現在是獅子 獅子是攻擊型的圖神獸 它的能力只有這個三種 增加團隊的攻擊力 降低目高的防禦力 還有獅子的怒吼 追隨者 這是所謂的 我們一般叫它村民 可是它其實不是村民 等於是你的工會點數具現化 它可以幫你去執行你的工會很多任務 比如說去採集收成幹嘛 一大堆追隨者卡池 這可以崛起 但是我們目前沒有崛起印章 所以不能絕 怪物圖鑑 立即獲得 追獲得它的等級加成 還有額外的道具 所有記憶 這應該是類似裝備收藏品 它也是有裝備收藏品 它的資源系統就是我們所謂的自動掛機 它的內掛可以讓你設定自動購買 自動販售跟自動存倉 是不是超屌 手機跟內掛玩家 懶人包 是非常好好的東西 而且你可以離線掛機 你們看過哪個遊戲的工會 可以綁這個 沒有吧 只有波拉西亞戰績可以 是不是超好笑 我覺得這有點屌 直接綁LINE群跟綁DC 有人插了黑箭 所以我們可以把黑箭幹掉 我跟你講黑箭插下來 這個區域就會被汙染 被汙染的區域 它的旅團收成全部會下降 據點的開發會全部下降 變富的 等於說你今天在別人領地丟個黑箭 可以讓他們全部能力都下降 然後就會開炸 他們就會不爽 就跟你幹起來 因為黑箭你要把他的怪物全部清掉完之後 還要再把那邊的汙染池恢復 這需要很多時間 我們現在打拒點站 基本上進來就是把敵人幹死 然後地圖上面這邊告訴你說你要怎麼走 敵人在哪邊 按黑字小 我們往那邊攻進去 要回去領航 這就是他這個遊戲主打的 24小時拒點工程站 不間斷 你可以隨時在地圖上面各個地方發起攻擊 這個等於是你們的移動守護塔 他如果死了你們就輸了 所以你們這玩的時候 就是一種工房站 你要保護你的守護手 我實際完全覺得蠻好玩的 因為他操作其實 我原本以為這種遊戲會很複雜 可是其實沒有 他操作蠻簡單的 之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排名 你看我第一名 排位第一 MING PAO